一群虎出身的猛将,直接让此朝去命二百年,却在二十八将中排名靠后在云台二十八将排名中, 各个都是当时辅佐刘秀,建立东汉的独领风骚的人物,这其中不乏出身贫寒,靠自己的武力位列防守的英雄,两汉交替时代,是草根英雄辈出的时代,也是一个令无数人羡慕的时代,在这个时代贫穷也算一向资本,如果能最终改变命运,就能改变你所处的阶级, 吴汉是东汉开国功臣,在东汉演义中,吴汉曾因在校场一见解双威,被往往看上,照为驸马,后来吴汉杀其归汉,成为牛秀手下的得力干将,此人无情,然而却是失实物者,吴汉是二十八将出身最差的一个,不过他意表人才,武功过人, 那个年代也是看颜值和身材,估计吴汉两相都不错,所以刘璇在渭水称帝后,他的手下就相中了吴汉,让他当了一个县令,仅仅在一年之后,局势又乱了, 黄狼打着汉城地之子的七号叛乱,在河北邯郸起兵,刘秀也带河北一带发展了势力,两人同时瞄准了河北渝阳郡,此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军事要地,可以说聚首河北,全靠渝阳,两人同时向渝阳传达招降的信号,渝阳探手纠结了,到底选哪个人呢? 吴汉早就有心归降刘秀,他仰慕刘秀作风,就劝渝阳太守彭宠,让他选刘秀,彭宠说,可是大部分官员都选王郎,吴汉说,少废话吧,你就听我的没错,彭宠纠结了半天,还是决定选王郎,结果吴汉辞职了,离开渝阳,打算投奔刘秀,走到半路心想,不能就这么算了, 还得找一条归附刘秀的路,刘秀这人仪表不俗,一看就是当皇帝的料,自己到时候有拥厉之功,何仇爵为不倒秀呢? 于是他委托一个书生写一封信件,署名刘秀,他假借刘秀之名,对彭宠威逼利用,结果彭宠信以为真,不敢得罪刘秀,只能带着渝阳,上古两郡投降,吴汉被刘秀封为, 偏将军,后来吴汉在战场上将自己的才华展示得淋漓尽致,先将王郎军队击败夺取寒丹,又在游州杀死游州牧,他才用了二十人的铁骑,可谓神勇无比,王郎被剿灭,寒丹成空,倒是便宜了更使地流选,他马上派谢公包围城市,说是帮刘秀作战,帮他剿灭农民军, 实际是给刘秀下套,防止他独吞,刘秀不生气,反而挺欣喜,正好他也腹背受敌,刘玄派谢公来监视他,顺便帮他解决了农民军的问题,农民军和由来军结合起来进攻刘秀,谢公不知为何成了挡刀板,他努力迎击敌人, 却不想被刘秀暗中使了绊子,买通了他身边的将领,反而自己被升擒,然后被斩杀,这些主意都是乌汉出的,所以刘秀对他刮目相看,后来刘秀放开手脚,让乌汉去指挥重大军事行动,他多次大败农民军,又将农民军收编训练,乌汉率领的军队很快成为主力, 后来刘秀交给他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,攻打关中梁王,梁王刘勇的势力,在关中盘根错节,挥下勇猛的武将不少,刘秀的军力稍弱,两军刚交战,乌汉就坠马受伤,但他拒绝手下的请求,坚决不回营地休息,拖着残腿继续迎战,气势凌厉,乌汉让将士先抵抗住攻势, 以防御为主保存实力等待时机,等敌人稍微疲弱,马上反击,由于他洞察力好,能冷静分析又能淡定自若的指挥,刘勇被擒杀,敌军溃败,他夺取关中,乌汉其人非常有主见,甚至有点刚愎自用,刘秀每次都嘱咐的,一定要听话, 他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,到时候完全按自己的爱,结果导致了一场围城战役的失败,为了挽回颜面,乌汉在进入蜀地讨伐公孙树一场战役中,再次展现雷霆手段,率领军队指导于附近,斩杀无数蜀将,不过刘秀是个更为谨慎理智的人, 他没有满夫的冲动,知道虽然乌汉很厉害,但蜀地地势走鞘,是快不容易啃的骨头,而且还有十万军队守城,绝对不能硬攻,只能智取,刘秀认为,只要启断成都的两岛,让城内无良可用,公孙树会开城门正面出击,这时才有胜算, 乌汉迫切需要胜利吻回面子,所以他没遵从刘秀的命令,而是亲自率领两万军队驻守江北,寻找机会拿下成都,但他不熟悉地形,果然被困在江边,临江扎营等待时机,此时他跟江南的刘山靠福桥联络,两者相聚不远,刘秀听了下的面如土色,遂你机兆, 为何我的每次嘱托,你都置之不顾,现在你孤军深入江北,与刘尚分兵射迎于两岸,一旦敌人出兵将你牵制,另一侧主力去攻打刘尚,那刘尚必然会战败,刘秀命还马上撤平,但吴汉没机会遵从了,因为公孙树这只老狐狸,敏锐地看到刘秀所提到的战绩,马上让一支军队到江南攻打刘尚, 另一支军队围困驻守在江北,吴行战可依,临江驻扎的吴汉,一时情形十分危急,吴汉终于有了危机意识,不过他突然心生一计,他下令三军装笼作哑,第二天敌军来叫阵,吴汉军营静悄悄的,第三天敌军又叫阵,吴汉军营也是静悄悄的, 吴汉军想,这是死了还是怕了,估计是怕了,于是很得意,慢慢骄傲起来,第四天敌军睡着了,吴汉连夜起来让军队拔营去江南,跟刘尚回合, 等敌军将领发现后,吴汉已经成功回合,两个古军队合力攻打公孙树军队,每战必胜,公孙树不信邪,一直跟吴汉奋力拼杀,结果重伤而亡,他的部下只能开城门投降,吴汉铲除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,为东汉的建立立下汉马功劳,吴汉的一生战功赫赫,先后平定了河北,山西和蜀地, 他的功劳不比李靖党人差,然而他立下如此多功绩,为何不是二十八将中排名第一的选手呢? 第一是因为吴汉谋略上有欠缺,他刚愎自用,热爱冒险,从不听刘秀的话,增加不必要的险境,如果他稍微谨慎点,可能折损的士兵会少很多,有勇而谋略欠缺,终究是个瑕疵。 第二,他夺次无视刘秀的命令,在忠诚上又有瑕疵,刘秀想必对他心生不满,不过好在没有杀他,因为刘秀颇为人心,心地善良,所以吴汉得以善忠,葬礼颇为风光,嗜好忠侯,算是得到善忠。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,注定是没有前途的,请关注公众号,请说历史 请说历史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,铭记每一天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词曲 李宗盛